新北市淡水国小美术班过去让孩子学习多元课程内容 让学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提升 而淡水国小这一次为了要制作淡海轻轨捷运 蓝海线鱼人码头站公共艺术的设置 日前在学校内课程进行陶鱼捏锁制作 由六年级美术班的学生来进行分组制作六只大型的陶鱼 而每一只长大约有60公分 学校表示要做出这么大型的作品可是相当不容易 在美术老师与林顺荣艺术家工作室的帮助之下 学生也都发挥了许多创意 做的一个陶语其实是跟我们与会合作 那也是借由林顺荣老师还有郭彦华老师来指导 那希望这些作品借由六年级的小朋友完成 在我们的毕业美展时候也能展出 那甚至有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孩子在课程上的努力 做陶语的一个展现 希望在我们的轻轨或者是我们捷运站 都能看到孩子用心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我可以让他用那个老师没有讲到的事情 去帮他做特别一点的鳞片 就是我们做的是鬼头刀 然后他的特色就是就是他的尾巴尖尖的 然后有点细就是很荣幸 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作品 但是国小美术班607班的陶语作品 主要是因应轻轨捷运 南海线鱼人码头站的公共艺术设置 学生参与大陶语的制作 过程突破以往的规模 同时会有三位老师协同教学 而每一组由三到四位的同学来创作 每一只大约会有40到60公分长的大陶语 未来将会装置在捷运站内的公共空间 而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学生也都将脑海中天马行空的创意 发挥在陶语作品项头 我们这一次的陶语的创作 其实尺寸突破以往 我们有40到60公分 其实这是一种集体创作 所以每一组都有大概三到四个小孩 一起共同创作 那除了在制作的过程 郭老师也有带领介绍这个鱼种 其实是跟淡水 还有台湾的特殊鱼种是有相关的 所以每一种鱼从姿态 还有它身上的斑纹 我们都有做特别的创作 那我们毕业美展的地点 这一次是在护尾艺术中心 就是里来广场的二楼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同的支持 老师表示过程当中 除了学生依照照片来将陶鱼塑形之外 老师同时也会教学照片中的鱼种与生态 而在这些陶鱼作品制作好之后 会送到工作室去烧陶制作上采釉 在下学期会与淡水鱼人码头青鬼捷运站展出 也是正好距离淡水国小六年级美术班毕业展相当接近 因此也希望这一次的制作展出 也是让学生有美好的作品 成为淡水公共艺术装置 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